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广且,我挺好奇算前辈说的灾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与其担心受怕的逃避,不如就碰他一碰看看。 他看来满气,满面纸气,显然修为极高,而且气度非凡,肯定是一位非常小可留人物。 嗯,而且那位前辈,给我一种很特别的感觉。 诶,等等,他身边那位好像是天窑派的秦城跟秦师伯。 以秦师伯的身份,我出面看过他如此恭敬的,对别人说话。 莫非那位身穿荒衣的白发前辈是? 今天神说,雷静。 不妙,那位前辈,好像注意到了我们。 神兄弟,他向我们走过来了。 小伙子,虽然他们宿命平生,不过老夫一时兴起,想找你说几句话。 你叫什么名字? 晚辈名叫申子俊,拜见前辈。 小伙子,十尊的身份在武林中何等崇高。 岂能容你这后生晚辈,随便开口就问。 呃,陈刚啊,复制着不准。 放弃他或许,有资格问这个问题。 沈小子,老夫名叫左玄,外号惊天神搜,乃是天窑派掌门,黄山紫苗峰主人。 你记住了吗? 多谢左前辈,晚辈记住了。 左真人,秦师伯,空同派白双摇,拜见两位前辈。 等等,空同派白双摇,我记得这个名字。 啊,没想到,秦师伯还记得弟子,弟子真是受宠若惊。 秦师伯送来的丹药极为灵验,师尊不出两日便极康复。 如今左前辈神功大成,师父必会亲帅本门上下上山庆贺,同时答谢天窑派之前被逼派的恩德。 免了,阴阳玄机功成便成了,没什么好庆贺的。 比起这个,老夫对这个姓孙的小子更有兴趣。 啊,晚辈不长。 陈梦左前辈这样的世外高冷看得起,心中识感惶恐,却不是前辈对晚辈有何指教。 神小子,老夫精于向人之术,若老夫没有看错,你这面相纵非古今其绝,也是百万人之中难求其。 你的天赋之质与非凡秘术,只怕有撼动天下之能。 而由你的贪图气度来看,岂会是来自身上的乡人。 便说是哪个中原大派的索图高地,不识初流才俊也不为过。 你敢用这种话敷衍老夫,未免也太看不起我左旋了。 左前辈息怒,弟子愿意在此发誓作证。 小姑娘,你的意思是,这件事是老夫看错了。 左证人,晚辈,晚辈,绝无此意。 如果有实验之处,还请前面老人家大量包含。 不是啊,雷静啊,你这个脾气难怪也会被。 吃油荒魂,吃荒魂还是什么? 难怪被吃油利用啊,这么多张生气。 啊人家讲实话啊,啊人家记忆就是这样子啊。 你在那边生气气的屁。啊? 监视黄斧生,这是因为你他妈的监视黄斧生才造成这个,这个悲剧。啊?监视。 小姑娘,这回就算你会说话。 除了那全像小子叫独有方,老夫得对他的另眼看待啊。 不过老夫的推展绝不可能有错,其中必有西场。 嗯,生小子,此事就先不急在一时。 留待来日再说。 咱们下回再见之时。 老夫会记得留你多聊几句的。 是,晚辈随时呼喚前辈赐教。 差点下掉我半条命,没想到会在这里遇上他。 不过,总算是应付过去了。 多谢姚妹。 多怪我不该突然拾起性子。 左前辈身符惊人一夜。 纵然在狂傲,跋扈,也无人可以智慧。 在面对他不可一世的气势。 我仿,仿道不愿,驱从退让。 幸好有你出面解围。 我的刚才这件事,不知道该如何收场。 我以前也听过这位天妖派掌门左真人之名。 当时圣上下自册封南北路上的道家之首,为真人仪表从尽。 唯独左旋牵持玩具册封。 其狂傲无礼,曾经惊动草体。 不过,他就算本事再高。 我也不相信他有通天之能。 刚才我在后岸按蓄力右臂。 不管他当真的神兄弟不客气。 我这一枪,就会在他身上。 粗俗的透明的哭了。 何大叔。 你还真是满身五人的鲁莽习气。 竟然想跟左前辈硬碰硬。 那三十多岁是神功大臣,为了证明自己身手,四处挑战。 结果对他们派齐老齐素都对他扶手称臣。 威名震动天下。 原来是一个打下仔啊。 我一三位被拜托他所下的,最后黑衣剑狂升五名。 那神前辈,心中飘忽。 他们两人一直没有机会碰上。 嗯,会不会最后碰上了呢? 相胡败气的左前辈对此十分胜壮。 因为他能与自己批敌,为了立于不败之地。 他决定在这闭关修炼神功。 所以左前辈这一闭关只十一公年,出关后也没对外宣扬。 那姚妹才会发现他的时候大惊失色吗? 声大哥过奖了。我也都是从师父那里听来的。 。 所以他明镜虽大,神龙见首不见尾。 真正看过他的人很傻。 我也是因为秦师父才猜出来的。 但今天突然出现在汉阳这种地方, 多是有些奇怪。 不奇怪啊。 你们不是遇到风铃生跟皇甫生的吗? 一点都不奇怪。 等等,我知道左前辈为何来汉阳了。 他毕竟是为了找回皇甫小兄弟, 和风铃圈妹子而来的。 他们两人不但相约逃离世门, 还上去本门宝物。 与左前辈的性质, 一定不会容许这种犹如本门生育之事。 这一旦不惜亲自出马, 要朝这两个图了。 一旦被抓回去了, 就像是在一般门派也会遭到, 遭到严蠢。 我以左旋这种性质, 只怕他们性命难保。 糟了, 他们两人此刻还在汉阳城里。 此刻咱们能做的, 或许就只有尽快通知他们, 出城躲藏。 是否已迟, 咱们赶快去临宁安。 沈大哥, 白姐姐, 你们来了。 等等, 沈大哥, 为何你的表情看来如此凝重。 王府兄弟, 进去妹子, 我们有个坏消息。 我们进城的时候, 遇到了秦, 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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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户庄障辈. 虽然不知道他们为何来汉阳, 但很可能是来找你们的。 怎么会? 浩队没有黑影。 Kuris 。 此刻被顾不已震 道理说他们应该会 超辈 却绕上你大训才是 怎么这么快就打下汉阳了 现在可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三师兄 那我赶快进安里收拾一下 汉阳这一带 我算挺熟 离城三里处 就可供躲仓之处 不过那里 只怕还是不够安全 或许应该正往南去 这就不劳你们费心了 老夫教徒无方 让这两个顽劣徒儿在外游荡 承蒙你们这段日子 费心照顾他们 老夫十分感激 欠你们的这份恩情 老夫必定会好好奉还 说林轩 你们都已经看到老夫了 在那里发什么呆 还不快过来行拜见之礼 师 师父 徒儿 徒儿 拜见师父 左前辈 请叔晚辈多问一句 请问您打算如何处置他们两人 神小子 你问这话 为您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先不说老夫是在武力重视和身份 老夫身为天妖派掌门 打算如何处置脱逃叛徒 其实你是外人能过问的 若是老夫当真告诉了你 你二代如何 莫非你打算插手管天妖派的家务室 左前辈 我被多胆请求你大力一件事 皇府师弟 林轩妹子两人年轻还轻 责罚 虽然难免 但求前辈高抬怪兽 不要伤了他们的性命 神小子 不论你知不知道武林上的规矩 须知我师尊 已对你极度荣赏 你都在无理多言 可别怪我们天妖派心事满横无情 神小子 既然你这么在意他们的性命 就让老夫瞧瞧 是什么自信 让你觉得自己能管别人的家务事 老夫向来只服抢着 他们就用手上功夫来减增长 只要你们能过得了老夫死招 老夫保证他们不死 但若连死招都撑不过 就留下性命作为狂妄无理的代价 老夫特别为你魄力 可不容你拒绝 明白了吗 师尊 您身为一代仲师 这后生晚辈用不着您动手 请让弟子 代替您教训他们的无理 陈刚 老夫心意已决 我跟爷爷你也想多话 给我退下 是 弟子遵命 老夫不喜欢 陈小子 咱们这就开始吧 老夫等不起想看 你看你有什么过人的本事 晚辈伸手低位 只能全力以赴 初前辈 那么晚辈得罪了 不用客气 尽管来吧 我五打一我打输你 你帮我当什么 我会输 我都不知道输这个字怎么写 嗯 2-1什么没看到 他速度有點快 有封到嗎 看起來是沒有 我一直以為他是用什麼 拳法之類的 看起來不是哦 什麼 什麼 我跟倒的屁 是他是雷劲啊 看來那兩招 八方無幾是不能不能用的 哈哈 我就不信打不死你 一滴 蛤 蛤 蛤 哦按1可以點進去 哦會看對方的嗎可以 一路 哇靠 走遠九九九 這場是必敗沒錯啊 可是我以為有機會可以打贏他 那我放毒勒 哇他攻擊力越來越強了 好 我幫他補血 等一下等一下 啊 啊 啊 去了 我剛沒看到 啊找不贏了 哎不想武德哎 你不知道麻痺是怎樣 呃 呃 呃 先吵了 晚輩 不是前輩的對手 沈小子 你身手虽然不值一提 为人却挺有骨气 光凭这点 原本就该饶你一命 不过也不知道什么缘故 老夫就是看你特别不顺眼 这却该如何是好啊 师父 求您大人大量 放过沈大哥 不 老夫的预感一向很准 或许这小子还是别留下的好 哎这时候我就吐槽了 看黄浮生当初你这种不干掉 奇怪了 奇怪了 王八蛋你这看主角不顺眼啊 你为什么当初不看黄浮生也不顺眼 奇怪了 昨天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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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给我打起来 你们两个 一副 您怎么会来这里 好一记灵力霸道的飞剑 不过手法上刚过于刚某 你全权们说穿大意齐去 话虽如此 天下有如此建立的没有几人 有阁下的样貌来看 莫非你是黑衣剑狂生无名 当年你的剑法也琢磨其名 不过听尊影像来独来独啊 居然会成了这个生小子的义父 那脑夫有些意外 我就是神无名 和这小子凑巧有些缘分而已 阁下这手运死至无的无形剑气也不简单 刚才我远远望见此地止气冲天 听想可能是高手过招 于是来悄悄是何方神圣 看来运死剑气的就是你了 神无名 承蒙你看得起昨某的阴阳无极剑气 昨某当年就是为了与你一决高下 才决定再次闭关 怎么十八年后你剑法灵力依旧 却认不出昨某了 我心中向来只有剑法 认不认得谁 无关紧要 神无名 你必定是遭遇了什么 不过 这昨某就不多问了 老夫攻城出关后 才知道你已在江湖上消失十八年 那时老夫灿难诺斯 还以为此生再无机会与你较量 没想到今日会再时遇到你 让老夫得以一聊这批生平之汉 你应该记得 十八年前你我建议剑法无敌于天下 我临终认为你我实力不分选址 唯一有一战 凡人分出高下 卓某生平未成百于他人之手 自然很想试试你的剑法 虽然因为卓某的一年之差 让这场彼此一拖就拖了十八年 索性今日得人 在此巧遇 想必是天意如此安排 本无名 到底谁的剑法才是天下第一 咱们今日 来一个分析好吧 我想吐槽一下 天下第一有这么重要吗 生命高 生命高 就不想跟你打吧 我生平唯一所求 就是穷究剑法的极致 你看吧 被拒绝了 剑法天下第一 这种虚迷于我 随时一文不值 不过你的剑气的确了得 是个不可多得的对手 若你想较量剑法 我十分乐意 好 果然够爽快 不愧是黑剑狂 身无名 那么咱们也不用另定十日 就在这里一拳高下如何 在哪里比多些 来吧 好剑法 无愧是能与老夫争一二的绝点高手 虎林中传说你的内功 你剑法都是自己 无死自痛苦练而成 多谢你让老夫 剑刺到天下最刚猛 足绝的剑法 可惜的是 你这剑法赢不了老夫 而且这场较量 你已经败了 此刻胜负未分 何以言败 你凭着内功底子过人 运使内力时收放无度 寻常兵刃根本堪守不住 我与你的剑刀死不出时辰尽力 而你手上这柄剑虽非反品 却也已经受了相当损伤 既然你手上等同没了兵刃 那么 你已经输了 深无明 你的实力确实不在琢磨之下 然而你的剑法太过依赖兵刃之力 是以尽尽有其极限 老夫便是乱清的这点 才决定器件改练剑气 或许你的剑气确实有这强处 不过我可还没有败 咱们再来过吧 深无明 即使是输在兵刃上 也是输了 或非 你打算把性命 堵在最后一剑上 无剑之道 为圣而已 若不能圣 何以蹊践 只要持剑未断 这场彼制就不算分出神父 深无明 老夫佩服你在剑法上的苦心孤义 因此只想与你分个高下 并无意你性命生死相拼 但若你不肯服输 莫怪老夫所下不留情 不行 那马上的鬼剑 已经撑不了最后一剑 可是其他长剑到了义父手里 依然马上变成废铁 任我手上 有柄能承受义父建造的神兵力气 有啊 之前那个神命老舌帮你打那把剑 快拿出来 等等 我想起来了 我包袱里还有一柄剑 那柄剑是藏在林田寒甲中 在东城之园被怪老头修够的剑 如果那柄剑的话 或许能问他义父 而且能承受八分历境 而分毫不损 天下竟然有如此神兵 他能为他 失措失凡真理 师尊 你没事吧 痛快 真是痛快 我练了这么多年的剑法 只做授予兵器之线 从未随行所欲的吹死耐劲 发于剑上 你看这一剑 才是我真正以十成功力 发出的威力 你这无形剑就或许霸道 似乎也没人将它挡下 神无明 你刚才那一剑确实厉害 这老夫练成音响 玄机功以来 这剑技从未被攻破过 而那剑竟有如此之味 它到底是何方神无 这毫不重要 重要的是 有了能承受我权力的兵器 我终于能一剑化醒 随心所欲的 掩念石壁上那些剑招了 祖玄 你已经受了内伤 这场比试 就留待来日再说吧 等我的剑法大成 咱们再来决定 谁的剑法才是天下第一 哎 哎不是啊 义父 剑还我啊 神无明 你想这样一头了之吗 义父 剑还我啊 那是我的剑 陈刚 便拦住他 这一战 的确是我输了 义父啊 那是神秘老者给我的剑 他说我以前 用这把剑的 你怎么说拿走就拿走 又丢给我你不要的剑 这点内伤不碍事 此刻要紧的是 得先从那性身的小子那里 把事情问清楚 神小子 刚刚丢给神无明的究竟是什么 哎 王八蛋 然后问话 这样问的 神经病哦 你打书 就在那边 找落者 找书你了 人在那边出气 难怪你会被利用 此物究竟从何的 老夫从此到来 对阿姨父 你怎么救 就也帮他跑了 晚辈全然不知道 前辈所说的神物是什么 他原本是藏风在一个神秘机关体而内的 其他扭曲的铁匠 尽有一名老铁匠 以春火断打后 才恢复剑的模样 有一晚辈 对死无心存疑虑 将他说让行囊昌课不用 看他眼睛一副照味 但我被手上没有人金额 减他会运死之物 煞死想起还有这笔 已经被收藏于心囊之中 于是晚辈抱着姑且一试之心 将他多给予付 我觉得雷劲应该是以为 那把剑是九一天存剑吧 对不对 有可能 而不是霸剑 我猜啦 我猜的 胡扯 胡扯 你不可能随便的 抛上这些奇遇 甚至还取得霸剑 你一定还知道些什么 到底是谁 我是 是 自 自 自 成刚 地址在 他们这就回子遼蓬 我所临循环 不能物财 摆车脚子 以及他们的伙伴带回去 看来老夫有些事 电话时间好好问他 喂喂喂啊堂堂的名門正派啊幹這種魯仁魯仁魯仁這個這個什麼魯仁拷問的這個這個監禁啊啊喔虧你是武林正派啊怪不得會被吃油利用啊啊 文八蛋 嗯 這裡是 陳小子你醒了 廢話你看不出來啊 還要問 歡迎來到子泉宮 老夫在黃山之巅建造的居所 雖然老夫向來不太講究所有的帶兔之道 晚輩可是很榮幸能受邀來到如此豪華的大殿 就算是當今皇帝金碧輝煌的皇宮也永遠比不上這裡的氣派 也只有如此居所才配得上做先輩這樣的高人 沈小子 你這張純姦舌利的嘴還真討厭 你根本沒看過什麼皇宮老夫也不把什麼帝王看在眼裡 別拿那些反恩屬之所跟著紫玄公相提並論 萬一你能不能監禁監禁我們還在那邊 還在那邊 裝 這裡叫紫玄公啊 天上紫玄 人間仙公 哎呀 的確只有這樣飄逸又氣派的名字 才適合左前輩的身份 如果以左前輩的個性啊 想必不是招待晚輩來晚的吧 沈小子 老夫想問你一個問題 只要是誠實之人 不論犯夫 走族 英雄 聖賢或帝王之尊 無論一生累積了多少財富 權力 蜈蚣和智慧 到頭來還是逃不過身老病死的循環 都會歸於疾滅 你是否曾經想過有什麼方法能改變這不可避的命運 真正擺脫身為這凡俗之去束縛登仙成神 晚輩愚鈍 未曾想過這麼深奧的事 哎呀 不過既然前輩和問作的問題 想必心裡早已有答案 與其故意賣光子 何不直接說出來讓晚輩聽聽 老夫年少便自命不凡 相信自己是天選之人 不甘屈居於這必修的藩區 至於窮盡一己財子與精力 遍尋天理 主法修習仲家百祝 雖然頗有所承擋 修道飛聲 總須離成氣勢 氧氣電單僅能還 還零援手 紀念上都有不足之處 並被老夫心中所求的 成神真道 就你這個 這個氣度想呈現 下位子吧你 就在老夫放棄自己 終於從幾步古蹟地找到了線索 不知前輩找到了什麼線索 自古以來 只有完成風扇之儀的人士真煌 才能在天地之氣的力量下 以藩區受諸聖之助而封神 還妄想成仙 做夢吧你 做夢吧 還成姐你就是掛了 你還想撐仙 撐你媽的頭 撐仙的屁 監禁主角 這麼沒水準的事情你也做得出來 在船子上古的諸儀中 風扇之儀不但重要 而且大飛尋常 既有通過世軍的考驗 天命職人被其租起登上風扇台 受散為真煌之後 重定神器 以延續自古以來的人士之嫌 歷來帝王之中 只有皇帝集權員真正完成過風扇之儀 但他之後神秘的離開人士 並未將風扇之儀的秘密傳下 死後人誤會風扇是秦皇 漢武等凡軍在台山所行的 膚淺兒戲 集權員之後的三千六百年間 在吳帝王曾行過風扇之儀 哦 左前輩果真薄血啊 這些事情晚輩真是聞所未聞 哎 這麼聽來 左前輩覺得自己有資格成為那天命之人 打算去完成這風扇之儀 成為真煌風神嗎 神小子 你說話不要如此油嘴滑舌 這可是老夫花了幾十年時間才查出了上古之命 如今除了老夫自己之外 就只有你自己知道而已 你可明白老夫為何告訴你這些 哎 哎 晚輩不明白 或許你是在裝傻 也或許 你真是對自己毫無自覺 神小子 老夫除了看人像之外 也經於關心斬藥之學 就讓老夫來說段很久以前的故事給你聽吧 據《秦古籍》記載 張古墨曾有 金青良心出現於五帝座 興泛帝座的天象 乃是重大增長 金星代表帝王降生 踏射星藥是水左的王旗 秦星代表帝王之劍 將隨隨其出世 正朝秦王正 攻滅楚國使 取得一筆莫大神威的寶劍 秦王正相信 丁青良心之下 代表上天要他成為風善 風善称皇 攻滅六郭之後 便登上天子之位 字號為 秦始皇帝 當他 並非天所知人 在台山的風善也全然出於杜撰 秦的國座 毫無主意 在他死後不久 便會向羽與劉邦所滅 然而天象所示的帝王 最後 不知所眾 王諾不出 則王起常 而那兵叫做霸劍的寶劍 從咸陽 消失無蹤 在近千年間 再也沒人記得這件事 遇到18年前 18年前再次發生的 辛反帝族的重大天響 這回先是出行 一清兩顆明星 其要之強令三款失色 繼而又有一株 一之兩星 前後歷史 十日方才消失 這次後不久 老夫得知遼國 蕭太后派人前務送土 遷早能定天下 立萬事的至尊之劍 也就是霸劍 老夫那子已決定閉關念功 只得先將此事 割在一旁 起至老夫入關之後不久 遼國隨即 揮軍大局南傾 雖然最後 未送索拜並定下 這怎麼念 那南傾 真正的原因 據說就是為了強奴 被藏在台上謀出的霸劍 當老夫出關後得知此事事 就對此是半信半疑 然而之前 與神無名對上那一件後 老夫就真正相信 這筆劍並非只是千年前的傳說 而是真正存在的 左前輩 自古傳失的明劍眾多 其中不乏神意之物 前輩何以如此篤定 晚輩置給義父的 就是霸劍 老夫在決定器劍之前 手上也用過十餘把真意明劍 他們 或承重風雷或含起逼人 或討厭殘雷 各有千求 然而當之神無名所中之物 全讓他們相行施捨 那見王如凡人不可戰勝之物 零安氣勢如無上天為 貪人一擊 而多人之子 令其心驅氣澤 未卻不能抗其風 如此強恨霸道的兵禁 事實上除了霸劍之外 載無塔無 生小子 這筆劍 可是從你心囊中拿出來的 真不知道那是什麼 你真不曉得自己是誰 晚輩並無虛言 若前輩硬要為難 那也無可奈何 王契惠自尋其主 霸劍絕不會無端端落到你身上 但你卻什麼都不記得 甚至不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份 而眼下許多秘密都落在你身上 這卻該如何是好 傑哥不要 傑哥 你不要來啊 神小子聽話 讓我看看 呵呵呵 好變態喔 聽話 讓我看看 神小子 老夫正能不但信其 好奇心過人 老夫想知道的事 不論費多大的勁 都一定要弄得明白 如果你沒有說謊 那就是魂魄裏 從哪上門被關上 我是這樣的話 老夫就把 瞧開來看看 讓我看看 真的看看啊 不要 神哥不要 走前輩 你幹嘛 走開啊 老夫正巧知道一個 叫 虧魂神神法的法門 將自己的心神 深入敵死不達 或妄神失憶之人的魂魄之中 你的記憶中到底藏了些什麼 那麼 老夫只能看個分霄 雖然此處 失憶不勝 有可能傷及 彼此的魂魄 不過此刻看來別無他法 也只能冒醒一次 這感覺 像是有什麼東西 神經了我的腦子裡 不好 左前輩 請你住手 不要啊 傑哥 不要啊 不要啊 真小子 你怕了嗎 這神神法 繼續會帶來一些 許不是 不過 這對你來說 應該算不了什麼 好好笑 這不是 老少前輩的遊戲劇情嗎 你撐得住的 不要 不要 不要啊 勛哥 不要啊 我原本只是略時休息 沒想到居然睡著了 一定是連夜衝回彭城突襲劉邦的這場招 讓我精疲力盡 我會想說 你會想說 我們會想說